几乎可以说是完美的三部曲结局 如果跟《艺人3》相比的话 起码我认为应该是 《无家日》之后最好看的一部漫威电影 而且基本上这算是一部很独立的漫威电影 欢迎打开ROBI频道 今天的主角是 这是2014年漫威推出的全新电影 《星际一公队》系列的第三集 跟前两集一样由詹姆斯·康恩指导 算是漫威电影当中少数由同个导演完成三部电影 最近一个应该是《蚁人3》 感谢这部电影没有成为像《蚁人3》一样 又一部的漫威电影 从《星际一公队》的第一集 就是一个打破大家期待的超级英雄电影 用完全不同以往的英雄电影的主角们 一群鲁蛇们去经历他们的冒险故事 第二集也给了我们一个很不一样的续集 虽然主题是漫威的神主牌父子情节 但是在这个星际太空背景的故事当中 意外给了我们一个温暖深刻的巡富之旅 至于我刚刚看完的这个第三集 《三部曲》的终点 詹姆斯冠恩没有失守 也重新为我们带回了看漫威电影的那种热趣 几乎可以说是完美的三部曲结局 如果跟《蚁人3》相比的话 起码我认为应该是《无家日》之后最好看的一部漫威电影 而且基本上这算是一部很独立的漫威电影 就是他很清楚的有自己的故事要讲 而不是在那个电影宇宙的连续剧当中的其中一部分 而且维持着星际弓队一贯的风格 算是一个很完整的三部曲 这一集的剧情大致可以从海报中可以看到 主角是我们的火箭浣熊 也如同预告当中出现的桥段一样 我们会看到他小时候的故事 还有呢就是主角们要去寻找他的改造者 也是这一集的反派至高进化 不爆雷的话大致上的剧情提要也就是如此 接下来我会列出整部电影的十大看点 用无雷的内容跟你分享星际一贯队三的精彩之处 1.火箭浣熊的童年故事 这集的故事正如我刚刚所讲的 会穿插着火箭小时候的片段 是这部电影很重要的感情核心 有一段蛮黑暗的过往 这也是为什么他从来没有跟其他人提起过的原因 那整部电影就是由这条黑暗的支线 跟主角冒险的主线交织而成 2.星爵和格摩拉 这一集的星爵还沉浸在失去爱人的悲伤当中 这一集的故事里面他会重遇到格摩拉 但是这个格摩拉并不是那个跟他谈恋爱的格摩拉 没有跟他一起经历他们之前经历的那些事情 而星爵就像是一个恐怖情人一样 一直想要在这个格摩拉身上找到他失去的爱人 当然对方就一直推开他 而这一集格摩拉也有一个新的身份 我还蛮喜欢这个设定的 我们会看到一个很不同个性 没有认识星际一公队这些伙伴的格摩拉 他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3.格鲁特 星际一公队的招牌人物 从第一集的格鲁特到第二集的贝贝古 再到无限之战当中的青少年格鲁特 格鲁特每一集都有不一样的面貌 而这一集的格鲁特延续着他在圣诞特别篇当中的形象 算是一个成年的格鲁特 或者是一个壮壮版的格鲁特 就蛮像冯蒂索本人的 还蛮可爱的 同时也有更强大的战斗能力 4.也是延续星际一公队圣诞特别篇里面的 Jax和螳螂女 他们有着更多的感情 还有更多的表现 但我想要讲的是涅布拉 在这一集当中很意外的融入这个团体 补上了格莫拉空缺的位置 变成一个团队的很重要的支柱 像是一个负责管着大家的一个大姐姐一样 而且这一个超级改造人的战力也非常的强 好像还拿到了钢铁人给他的新装备 至于这一集的新角色 我想要先讲讲这个迷因之子 威尔普尔特饰演的这个亚当术士 很意外欸 我觉得又是一个詹姆斯刚恩的杰作 把这个在漫画当中很帅气很强大的这个人物 捏成了一个喜剧人物 变得很星际一公队 有点鲁蛇又有点纯真 好处就是让他有更多的人物个性 缺点可能就是那些很期待他登场的那些漫画迷 看到之后会满失望的 我自己不知道这个演员 把自己身材练得这么爽来饰演这个角色之后 拿到剧本发现 原来自己还是在搞笑欸 会有什么样子的反应 然后我们来讲讲反派至高进化 我觉得他的表现还不差 起码没有让人觉得他是来乱的 但老实说我觉得他不会是一个令人夺印象深刻的反派 大概就如同其他的漫威电影当中的反派一样 但是我喜欢这个角色的设定 他想改造这个世界 他觉得神创造的这个世界不够美好 所以他想要去执行神的工作 可是最后也暴露了他只是一个凡人而已 虽然他应该不算是人类 你可以说这个不够强大的反派 是这部电影的一个缺憾 一个缺点 但也再次证明了一个成功的英雄电影 不需要一个强大的反派也可以 虽然说强大的反派可以拉出跟主角之间的对立 还有冲突 但有的时候英雄本身自己的故事够精彩的话 好像也没差 因为有的时候英雄电影的重点 并不在于打败反派 而是英雄在冒险当中能够克服自己的弱点 I want you all to know that I'm grateful 虽然这一集没有baby Groot 但是还是有太空狗 还有一个奇怪的生物在负责卖萌 我自己是非常喜欢那个奇怪的生物的 这一集的动作场面非常的精彩 除了符合星际异攻队的特性 有安排了一场偷渡还有逃亡的戏 然后在电影的后半段 还有一场神级的战斗场面 真的非常的好看 我看到那边的时候是觉得 对对对我要的就是这个 会看到星际异攻队的成员们 和反派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当中打斗 非常的精彩 会看到他们的彼此配合 还有接力表现 是一段很华丽又流畅的动作戏 在这个系列的最大功臣 导演詹姆斯康恩 确定成为对手DC营业的执行长之后 这部星际异攻队也应该是 这个系列电影的最后一集 三部曲的完结篇 所以这也是詹姆斯康恩的告别之作 当然希望他未来的DC电影 能够一样的精彩 我很喜欢他运用这些角色丰富的个性 去呈现一些不说教的故事情节 并且十分幽默的 让这部电影效果十足 又不会毁掉前面建立起来的这个故事内容 尤其这部星际异攻队3 娱乐性是满到要溢出来 并在这个似乎有点混乱的情节当中 虽然有点摇摇晃晃的 但是还是能够让列车保持在轨道上面 有一个清楚的故事内容 最后我很喜欢星际异攻队3的故事主旨 无家之人 没有归属的人 一个可以来依靠的地方 在去年的圣诞特别片中 我们会看到星际异攻队把这个 知无领域变成了自己的基地 原来这个地名的意思 有点像是没有这个地方 就是这里叫做没有这个地方 那星际异攻队把这里当成家之后 就变成了是没有家的人的一个家 这样子的意义 星际异攻队3特别推荐给 还没有对漫威失望的你去欣赏 这部电影我给的评价是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 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帮我订阅按赞 还有打开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和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 让我知道支持罗鱼频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电影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